上一个网的收获还不错 既有大货也有海红帮 接下来还有两个网在海里面准备过去拉上来 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大飙哥 现在准备过去拉第二个网 第二个网是大网 看能不能拉上有些大货 大龙虾大红帮什么的 白天拉网的油网比较少 这个网才刚开始啊 就上来一条大正雕了 这条应该也要四五斤吧 又大又肥这条大正雕 这才刚开始的啊是一个好兆头 看来自好网的网友也是要丰收了 这种大正雕现在一斤也是要达到六十五啊 所以这条三百来块钱应该有了 大黑雕大黑雕连续的来大货啊 这条应该也是要一斤多接近两斤啊 大黑雕的话便宜一点啊 一斤也就四十几块钱到五十块钱左右吧 没有正雕那么贵啊 不过这条大黑雕拿来清真刚好放一旁啊 大网就是这样子啊 上来的都是大货 但是鱼货不会特别的多 又来了两条黑雕 看来承包之号网的网友就挺不错的 已经是三条大黑雕 又跟一条大正雕了 运气是真的好啊 但是大网也就这样子啊 没鱼货的时候网真的是空空 因为小鱼它又进不来 又来一条大黑雕 这条大很多 这条要达到三四斤了 又大又肥的啊 这号网是真的不错 已经是超出价值了 物有所得 应该有了 大海星 热耗网的网友都不怎么好了 拉了很久的网也没什么鱼货上来 看来 运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啊 来了来了 先上来一条黑雕 现在应该是黑雕的放弹季节啊 一年了上了这么多的黑雕 大鹰鸽鱼也来了一条了 这条鹰鸽鱼也是挺大的 应该也是要两斤左右 今天的大网大货还是挺多的 这么大的鹰鸽还是比较少的 越看越大 应该要达到三斤了 哦哦哦哦 这是什么 好大一条鸣鱼 这条鸣鱼也是挺大 应该要十几斤 哦哦 运气爆棚了 恭喜成报之号网的网友啊 上了一条应该要十几斤的鸣鱼 木制至少十三四斤吧 白鸣鱼啊这是 白鸣鱼的话比赤水鸣鱼 便宜一些 一斤至少是三四十块钱吧 这一条要值个好几百了 还来了一条大黑雕 这条黑雕也是要三斤左右 哇 成报之号网的网友真的是壮方了 又有大黑雕又有大鸣鱼 还有大鹰鸽 还是大网好啊 连续的上大货 小网虽然鱼货多 但是如果不上海鸣班跟龙虾的话 真的没有大网好 但是大网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有可能是空网 鱼货比较少 连上来的剥皮都是特别大条的 这个运气好到爆 然后这个网也就拉网了 大网的收还不错 第二个网拉网了 第二个网还不错 是大网啊虽然鱼货不多 但是上来的都是大货 还上来一条大鸣鱼啊 白鸣鱼啊 要十几斤 挺大挺重的啊 这种鸣鱼虽然说 不算是特别的之前 但是肚子里有个鱼胶啊 鱼胶是挺好的一种补品啊 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 这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网了 承包大网的最后一号网的这个网友 运气真的好 差不多要20斤左右的这个鱼货 特别是只条十几斤的大鸣鱼 这样才是真正的双鱼啊 太阳也是挂在半空中啊 准备拉最后一个网了 最后一个网是小网 看能不能命中一些大龙虾 还是海红帮之类的 上一个小网的收获就挺不错的 希望这个网再接再厉 天气一回暖啊 外海这边的收获是不会少的 小波皮就是天气回暖之后的木雕鱼种了 真雕也是来了一条 这条应该也就六七两吧 没有大网那么大 但是也是可以了 又来了一条 不过这条就要小一些了 半斤左右吧 总体来说这一趟外海的小波皮数量比较多 小网捕到的老虎也是挺多的 价格就挺好的 这一趟的黑雕是真的多啊 够了一条大黑雕 这一趟都散了多少条大黑雕了 小波皮也是即将成为目标鱼种了 这条黑雕应该已经过了 应该也是连上网游一段时间了 今天这些网的鱼货种类是真的多 其中就是黑雕跟小波皮比较多 这号网也已经上了有三条这个大黑雕了 鹰鱼都上了两条 真雕啊 这条应该要一斤了 今天的真雕数量没有黑雕多啊 真雕就要比黑雕好迈一些 一个赤豚鱼跟一条牛鲍鱼过来了 你们猜这条牛鲍鱼是不是被这个赤豚鱼给吃过了 最近的牛鲍鱼比较少啊 偶尔补到一两条而已 这也是今天的第一条 牛鲍鱼的肉质是比较紧实的 所以拿来煮是比较好吃的一种 这号网的鱼货也是有小半筐了 哇两条大黄鸡 这两条黄鸡是真的是又大又肥 现在的黄鸡满肚子都是油啊 吃起来是特别的香 不管是清蒸或是拿来煮都是挺好吃的 黄鸡的价格一般都是没有涨跟没有降啊 都是40来块钱左右吧 都是这个样子 刚上了这两条都是挺大的 应该要达到一斤左右了 一条正一旁也是刚刚好啊 看来承包字号网的网友运气也不会差 一上来就上了这么多鱼货了 后面这一下子也是在连续的上黄鸡 而且今天上的这些黄鸡都是挺大条的 然后这个网也即将是拉网的 后面这些鱼货也是挺多的 小针鸡也来了一条啊 今天补到的这些鱼货的种类也是特别的多 然后这个网也就拉网了 这个网要比前面两个网短一些啊 最后鱼号网的鱼货也是相当的不错 也是要装满小半筐这个鱼货吧 而且什么鱼都有啊 然后现在所有的网都拉完了 准备找个地方继续把网放下去 先放在海里面 然后明天早上七八点钟再过来拉网 找个风水保地下网 把今天拉上来的所有网继续放下去 明天早上大概是八点钟左右会继续拉网 网放完之后就准备找个地方停泊下来吃晚餐了 现在所有的网都拉完了 今天手握一般般啊 然后又把网放下去了 明天早上拉 在外海放网就是这样子啊 都是起网之后再放一次网的 然后网也放下去了 准备找个地方停泊下来 然后吃个晚餐 网的话到明天早上再过去拉了 好了这个视频先分享到这里 我是拿打标哥 请关注啊 看明天起网的视频哦